你退役了会留在外边吗 肯定会啊 我现在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我到时候如果真的退役了 我不敢做什么事情啊 我先请假 请一个月 我先跟我老婆去旅游 真的 妈呀 我这几年都 可能是因为今年是那个出不去嘛 然后之前的话 我想去那个 我之前有一次去过那个西双版纳 我直播间有没有在那个去过西双版纳的兄弟们 我那时候我去过西双版纳 真的挺好的 吃的有很多 然后那里离那个泰国很近 然后有那种小菜非常好吃 云南 对对对 云南那里的 我真的看到猴子了 我跟你说 我在那里真的看到猴子 我看到那个表情就想起来了 我真的看到猴子兄弟们 我干嘛这么激动呢 我去动物园也能看到猴子 我干嘛这么激动啊 对啊 很奇怪 看自己的兄弟 兄弟个屁啊 但那个时候 那里的猴子兄弟们 真的 贼 我我是很怕猴子的 为什么怕猴子啊 但是我真的很怕猴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那个跑出贼一块兄弟们 然后就 嘟嘟嘟 他们主要是那里好像写的是什么 猴子要小心被猴子偷东西 他会那个 过来偷东西什么的 要小心点 那天就很怕就这样子 嘟嘟嘟嘟嘟 嘟嘟 小油跟我说 哎我给你拍照啊 你怎么 我帮你拍照 你怎么不去那里呢 我说 猴子偷我的东西怎么办呢 嘟嘟嘟嘟 这样拍 有没有旅游的照片 我 我的手机应该没有 小油那边 小油手机应该有 但他应该睡觉了 现在 不退了搞粉丝见面会吗 这个其实你等 到时候就是明年嘛 明年如果粉丝能看比赛的话 到时候你常规赛结束之后 如果我们赢了 也可以找个附近的什么吃饭的点 吃饭的地方 也可以一起吃饭什么东西 这个我是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只是最近没有机会 因为最近 第一没有比赛 第二不能过来看比赛 那个看比赛嘛